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确实实 无论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发展 还是深圳先行示范区的发展问题 已经经过了几年的推进 所以现在在说两区的一个建设工作 首当其中是纵深这两个词的一个应用 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三年里面 受到了疫情的一个影响 整个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都受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冲击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我们不懈的一个努力 广东在过去的五年里面 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无论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 还是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的一个发展 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一个成效 那么展望未来我们很显然不能仅停留在现有的这个阶段 需要在现有的一个成绩的基础上 要解决深层次的一些问题 向众深方向进一步的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 和先行示范区的一个建设工作 应该说能取得的现行的这些政策 我们经过了努力都取得了 但是深层次的一些问题越来越多的就浮现出来了 这就需要我们向众深领域去设计方案 去寻找解决的一个路径 所以这次的工作报告里面 用了一个很关键的词 众深这两个词 这恰当其如的把整个粤港澳大湾区 和先行示范区的建设工作的发展阶段 给予了一个深刻的描绘 那么纵深二字是不是也意味着 向更艰难的地方迈进了呢 应该说这毫无疑问 简单的事情 前阶段的问题 先一后难的这些领域 我们陆陆续续的都给予了一个解决 现在就需要向更深层次的问题进行迈进了 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你就可以加一个理解 第一个呢 越港澳大湾区呢 涉及到一国两制 三个关税体系 过去呢 我们在现有的这个状况下 能开放的 能开放的 财 物 信息 这些已经都做到了位 下一步呢 我们毕竟要横跨两个不同的关税区 如何向众生进行一个迈进 比如说 首先要落实像SIPA 我们已经开放的领域 能开放的 能落实的 已经落实了 现在还没有开放 还没有落实的 都是艰难的领域了 都需要啃骨头了 这些都需要摆到日式日程上来 再比如说 我们的海关的监管 过去呢 是通过一个物理围网 进行两个不同的关税区的 一个安排 今后 伴随着越港澳大湾区 规划建设的深度实施 能不能采取一些电子围网的方式 进一步 一方面可以控制管理监管好货物 另一方面 我们可以从城市的形象 交通的物流设施的安排 形成一体化的 高效便利的这些流动 这些问题 其实都牵扯到了一些 深层次的一个问题 再比如说 我们过去 广东与香港 澳门的一个合作 主要是企业的合作 我们常常所说的 港企 澳企的合作 今天我们会发现 越来越多的香港人 澳门人 来到了广东 也包含着在深圳 在珠海 长期居住 据我所知 已经从过去的六万多人 现在仅在深圳 生活工作的香港人 就达到了十七万多了 所以过去我们提到的 港企合作 越来越多的变成了港人合作了 而且还涉及到了 这些港人如何在深圳 在广东地区进行就业的问题 这些就业的一个问题 它又不是过去的制造业的一个就业 而是越来越多的是现代服务业 甚至专业性服务业的这些就业问题 所以我们又明显的感觉到 已经深入到了服务业的合作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现象 现在香港的很多的高校 香港一共有八所高校 就有六所在深圳落了点 甚至整个学校 一个大的片区都已经建成了 那么这又面临着一个 港校如何进行一个合作 很显然港校的合作 与港企的合作 港人的合作 有明显不同的一个任务 也就是说 从过去的产业的后端合作 现在变成了产业的 科技创新的前端合作 都已经深入地开展进来了 这就对我们提出了一个 很深层次的 一个深度的合作要求 所以说这次提出来 向众生领域迈进 也就是说 把过去的能开展的都开展了 现在要想办法去开展一些新的领域 是的 真正到了啃硬骨头的时候了 那么对此 您有什么样的好建议呢 我想广东的发展 在过去的40年里面 取得了非常辉煌的一个成就 也就在最近的这五年 应该说受到疫情的冲击 受到国际贸易摩擦的冲击 我们依然还是取得了 非常好的一个成就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抓手 一个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呢 就是拿出一部分的地区 先行做一个试验 去蹚一条路 其实这就犹如一场战争 我们先派出排头兵 能干的人 能闯的人 能力强的人 到国际舞台上呢 先行一步 先行一步 摸到了成功的路径 我们再把这些成功的经验 传播到后方 随后我们大部队出动 我们呢 就能够把这个战役啊 打下来 取得这个成功 现在我们还想 还是要用这种办法 所以我在建议之中啊 就提出来 能不能拿出一块地方 是香港的高校 集中布局的 比如说我就发现在深圳的大运城 它这个地方呢 有香港的港中文大学 已经布局到这个地方了 办的规模 出人意料的大 数千的学生已经入住了学校 自然而然呢 就形成了一种需求的场景 这些学生来上课 香港的老师就要过来 过来便不便利呢 他们过来教学 能不能获得相应的成果的支持呢 他们教学 能不能获得相应的资金的安排呢 这些问题都是实实在在 马上就会发生的这些场景 还有这些老师到深圳来搞科研 如果科研需要进口设备 在香港它是一个自由港 那么到了我们广东 因为我们对所有的这些设备 有一些监管海关上 要收取相应的关税 能不能像比照香港的办法 在这个地方实行一系列 试点性的海关 监管的科研创新类的设备 这些方案 这都是摆到了现实生活之中了 那么我们就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办法 拿出一个地方来进行一个试验 通过试验把所有的问题都浮现出来 也通过所有问题的浮现 我们拿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 之后经过一揽子的磨合 形成了一套可行的办法 我们再拿着这套办法 在广东的大地上去实行 所有的高校 所有的研究机构 甚至包含着国际其他的高校 其他的研究机构 进入的时候 大同小异也都会遇到这些问题 我们心中有数 我们有解决的办法 所以我们在跟人家谈判的过程中 引进别人的过程中 服务别人的过程中 我们心中是有底的 这样就是我们提出来的 要搞一个建议 这个建议是拿深圳的大运 一个科教城来进行一个试验 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 形象的来说 就是蹚出一条路来 闯出一条路来 杀出一条血路来 说到这个科教城 我也留意到 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其实就已经提出了 要高水平建设这个科教城 那么一年过去了 他的成果如何呢 我呢是实地去看了一下 确实进展的这个速度啊 出人意料的快 很多的学生 很多的老师 已经陆陆续续进入到这个校区了 而且呢 看出生机勃勃的一个 高等院校的校园的一个建设 在这个过程之中啊 一方面受到疫情的一个影响 我们看到呢 有相当的一部分的老师 可能在 在深港两地之间啊 流通的过程中啊 出现一些障碍点 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在预计 就是疫情终归是要过去的 现在呢 国家已经对疫情的管控呢 采取了新的方式 我们就要为后疫情时代 谋天布局了 疫情过后 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对相应的科教程里面的 深港之间合作的这些科研人员 科研设备 科研的资金 科研的信息 进行有效的一个管理 现在就应该起步 就应该去探索 尽快地把这些问题啊 摆到面前 逐一的一个解决 伴随着口岸的一个开放 我相信这些问题啊 老师也好 学生也好 都会陆陆续续地提出来 等着他们提出来之前 我们就能够 有一系列解决的方案的话 那么我相信 这些问题的解决啊 就会更加便利 更加主动一些 所以要未雨绸缪 提前谋划好 应该怎么样 使他们更加便利 是的 这个我们呢 必须要未雨绸缪 为什么呢 因为科研 它的活动 教学的活动啊 它有很多是 个性化的一些活动 小批量 个性化 实时要求又很高 当这些问题 提出来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预案 没有一个办法 临时解决 拿不出一个很好的 系统化的一个方案的话 容易引起相应的服务方的一个不满 那么为了解决 提前可能出现的这些问题 我们要未雨绸缪 向众生领域上去设计这套方案 提前安排好 他们只要提出来 甚至还没有提出来的时候 或者是文风 我们就开始耳动的时候 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在摇篮之中 就可以解决在萌芽之中 让我们更主动地去工作 用一个更加开放的姿态 更加合作的一种方式 去跟人家合作好 让人家满意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 我感觉您这样的表述 就是咱们既然是在先行先市 就要有一种实不我待的紧迫感 是的 深港之间的一个合作 应该说已经走过了 过去的1.0版本的制造业合作 也走过了一个2.0版本的 服务业的合作 现在进入到了3.0版本的 创新的这个合作 加上这三年的不堪回首的 疫情的负面的这个影响 我们急需要抓紧时间 把过去失去的三年的时间 给它夺回来 怎么夺回来 就是提前谋篇布局 一同我们把制造业合作 和服务业的合作的难点问题 其实大部分已经解决了 现在进入到了深水阶段 就是创新领域的合作 我们通过提前谋篇布局 通过提高自己的效率 把过去失去的时间 给它抢回来 这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 那么生态圈的建设 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加把劲呢 我们作为一个政府部门 首当其冲的要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单位 包括企业 包括高校 包括研究人员 更包括一些研究机构 提供外部高校便利的 要素流动的这么一套环境 正如你刚才所说的 我们简单的可以归纳为 人才物数 这四个要素 高校的便捷的 这样的一个流动 那么这个环境一旦创造了下来之后 我们就要看创新的主体之间 如何推动他们 投入到科技创新领域 我们就发现 香港的高校非常擅长于基础研究 做论文呢 发表论文是他们比较擅长的 深圳这个地方呢 它比较擅长于产业化 就是把科技的成果 如何制造出来商品 创造出一个盈利模式 这两点 怎么让它有效的结合起来 这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探索 其实在我们国内呢 在深圳过去的二十多年来 也一直在研究着如何与高校进行合作 这次呢 视野更宽广了 不仅跟国内的高校 还要跟香港的高校 把基础的研究 与成果的公关 与产业化 这三位一体 把它联动在一起 这需要整个社会 包含着人才的引入 包含着资金的导入 等等这些领域的环境的打造 都会浮现出来 这些要求就会让我们打造出一个 符合于香港高校发展要求 更符合我们粤港澳大湾区 产业创新要求的一个生态圈 这个生态圈的一个打造 各个要素都集中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吃好这顿饭了 各类的菜各类的饭都凑集在一起 咱们就可以开宴了 开了宴之后 我们会取得一个效果 让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 经济增长动能 从过去的要素推动型 向创新推动型发展 这一头可以拉动广东的创新发展 另一头也可以带动 香港创新产业的一个发展 实现双方共同双赢的 这么一个局面 就您说了之后 我的感受是 从论文到产品 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咱们先行先事的区域 有没有可能让这个过程缩短 或者说更高效 完全有这种可能性 我们搞研究的人都知道 从基础的研究论文 到终端产品的产业化 一共分13个等级 依次在推进 我们把这13个等级 又分成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叫基础研究 第二个叫技术公关 第三个叫产品的商业化 这三个过程 其实我们要想把整个体系打造出来 首当其中 要把这三个过程的所有要素 集中到我们的先行示范区 深圳这个地方来 包含着香港的这个高效 第二件事情 集中过来了 要有序的管理起来 让他们之间相互配合 而不是相互拆台 相互支持 而不是相互的竞争 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 来安排 让更多的创新要素之间 相互协同起来 发挥出这样的一个作用 而这个过程需要探索 因为大家都知道 来自于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人员 不同的单位 肯定要有个磨合期 这个磨合期 我们就会列出来 都有哪些要素 需要我们在外围帮着解决 需要哪些要素 在内部我们帮着协调 这些问题 都应该在先行示范区的 下一个阶段 推动深港 越港科技创新力 进行一系列的探索 拿出可行性的一个方案 实实在在地解决 大家的这种需求 创造出一个 让大家都满意的场景 进而引导出 共同拼搏去干事的 这样的一个奋斗目标 从已有的柯教成 到您所建议的生态圈 它们之间插的是什么 我觉得柯教成和生态圈 实际上 它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 柯教成它是一套空间体系 也就是说我们在深圳的 龙岗的大运 柯教成 深港科技合作的这么一个柯教成 选择一块空间 来让大家表演 这就相当一个舞台 而这个生态圈是什么呢 生态圈是演员 是跑到这个舞台上去表演的 各类的演员 我们就需要把这一个硬币的 两个方面都打造出来 它才能够成为一支硬币 如果仅有一面 那叫假币 只有两面都给刻印出来 那才叫一枚真正的硬币 我们需要打造平台的科技的 合作的科技城 我们更需要引进各类科技的人才 到这个科技城的舞台上 来进行一个表演 通过这个硬件和产业内容的 生态圈的这个合作 来形成我们一硬一软 共同推进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这个生态圈啊 是不是也包含着一种 散事满天星 巨是一团火的这种效应 完全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引进的是科技人才的领头人 也通过他们引进了一批团队 但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标 是让这个团队创造出来的科技的产品 实现市场化 实现商品化 这就需要一个庞大的产业支撑队伍 我们称之为三加二体系 三是三个过程 基础研究的过程 成果的技术公关过程 和产品成果的商业化过程 两个支撑呢 第一个是人才体系的支撑 第二个是金融资金体系的支撑 没钱是干不成事的 没人更干不成事 我们要把人的支撑 钱的支撑 一起纳入到科技创新的生态圈里面 形成这样的一个环境 形成这样的一个圈层的相互协调的生态体系 进而打造出我们整个产业 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动能 好的 听了曲代表的一番话 我都感觉到非常的振奋 希望这样的先行先事 能够带来新的生机 新的活力 新的希望 好 感谢您做客今天的超级访问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